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船头点点目睁 有理有航尽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记忆我的世界原始这么多容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俊松 我是小叔 欢迎收看听听看 小叔啊 我们听众朋友啊 很多人呢 是被延误就医才发现的 父母都以为小孩安静很乖 不知道啊 他是因为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所以才没反应 是啊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注意 幼儿对声音的反应 一发现不对劲 就立刻带孩子去做听力检查 可是啊 有一个例子非常特别哦 灵换糖 小时候呢 他也很安静 父母亲以为 他的听力有问题 绕了一大圈呢 到最后才发现啊 他是发展迟缓 以及有自闭症的 多重障碍的孩子 不过他的父母始终没有放弃他 一直把他当正常孩子一样的栽培 甚至连身心障碍手册都不领取 是啊 父母发现啊 灵换糖呢 虽然学习有障碍 但是他对色彩有极高的敏锐度 所以让灵换糖 藉由绘画走出灰暗 走出自闭 找到自信与兴趣 是啊 灵换糖 擅长以水彩 粉彩 绘画出生活周遭人物及景物 他说啊 最喜欢画山水风景 户外呢 是让他感到最自由奔放的地方 嗯 好 就让我们来看看 灵换糖的彩绘人生吧 请看 灵换糖是个安静的大男孩 他的个性温和 做事有始有终 最喜欢彩绘山水风景 以及桥梁和建筑物 三岁的时候 换糖被诊断出 有自闭等多重障碍 然而经由早期疗愈 和父母亲细心的陪伴下 他发挥了在绘画方面的天分 曾经多次举办画展 丰富多彩的画作 让人看见希望和阳光 他发挥了在绘画的天分 还好 像树的时候要画三岁 彩绵山水画 腹部 树 树 我发树 还有呢 石头 还有叶子 他比较没有那么聪明 也没有那么灵巧 许多的事情他需要重复的学习 当父母的人就是要不断的自己心理建设 你都要不断的告诉自己说 他一定会进步 从不失望 就是一天过一天往前走就对了 以一个大学生来说 他的画展是最多的 有的大学生读了四年的大学出来 他的作品还没办法去参加任何一个展览 他在高职这段 就已经办过很多厂各展了 所以他不一样 因为他走出来了 我们给这一些躲在家里 躲在阴暗角落的这一些 比较年轻的这些同学 我们还是鼓励他走出来 毕竟走出家门是比较宽幅 上次我在高雄介绍画画老师张玉琪的时候 看到了玉琪老师的一位身杖学生 叫做林焕唐 他画得真不错 年纪轻轻就开过画展 还得过周大观热爱生命奖章 于是我就想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他 今天机会来了 我再度来到高雄这个热情的城市 要来跟大家分享林焕唐的故事 出生在高雄的焕唐 今年22岁 长荣大学美术系四年级的学生 他的爸妈都是公务员 爸爸已经退休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焕唐小的时候 就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样 乖乖的很可爱 但是就是不爱开口说话 家里的人都没有意识到 这会是个自闭症的孩子 小时候应该看不出来 也会发生 只是到了两岁的时候 不会讲话 简单的话也不会 到了三岁才只会讲简单的语词 像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这种两个字的很简短的 你要让他讲三个字 就变成很困难 吃苹果吧 他小时候他生出来他很可爱 然后是他的阿嬷照顾他 阿嬷就说 好怪啊 我们这个孩子 好像穿了很多 有时他叫他不胖 结果我们就给他抱去检查 那医师当时就跟我们讲说 你这个小孩子一定是 你们父母亲都没跟他讲话 你要抱回去 你们要跟他讲话 他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问题 都是他爱煮饭 所以他煮饭很厉害 我退休之后 断他煮 菜我煮 直到他去国小之后才发觉事态严重 老师就通知我们去那个特教组 然后有一个那个资源教室 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 他没办法坐在位置上上课 他锅动会场严重 他根本完全没办法坐在位置上 他觉得他没办法教他 他建议我说 我应该让他去特教组 那我就心里听了 就觉得怎么可能 觉得不可能 我儿子小孩子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你去人群当中还蛮乖的 不知道说在团体中 他的过动会那么严重 我们的垃圾设施10点15 然后换堂他就会帮人拿 换堂你来拿 把这个 因为不会讲话 各大医院跑透透 邻间问神 吐个卦 问个神明 拜拜 问你问 为什么这个孩子是这样 是不是我前一辈的 因得做不好 还是说我做不好 要来做一个盛事报 大概他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 比较低年级的时候 没有办法到户外去 做一些户外活动 甚至于他不敢去升旗 第一个他怕人群 第二个他怕音乐 就是运动会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带着他 去运动场上哭了六年 学校每一年都要运动会 那他就是很怕舞伦舞 是也很怕那个 叮的声音 所以说他每次运动会的时候 我都陪他去那边哭 哭了个早上 那边人家办好事 办什么伤 不管什么事情 就是只要他很吵 他觉得说 我要哭了 很害怕 我们就是不要经过 我们可以绕路 他就跟我讲说 右转左转 我就跟着他的指引 就这样右转左转 不管是那种宣传车 或者是喜事的车 放鞭炮 还有庙会 这些他都超级可怕的 对他来讲 而且那种可怕是 你无法想象的 因为他的耳朵非常灵 他灵到也许我们两个 在这边讲话 他在那边可以听得到 因为那边花快死掉了 哪边他死掉了 那边 像他有自闭 啊 够动 够动的话就是 他如果没事做 他会走来走去 好在他这种够动的话还好 算是比较轻微 啊 够动孩子会有暴力倾向 啊 他没有 他蛮温和的 像他有触解障碍 你不能随便去摸他 他是不让你摸的 你摸到他 他会跳起来 然后就回避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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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呦 哎呦 你看 好可爱吧 哦 孩子在玩游戏 父母在一旁加油呢 啊 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哦 耶 因为就是有这个需要的话 就给他鼓励一下 因为他有触觉上的障碍 有时候你比较不容易抱到他 等于说身体上的接触比较没有 我们就用语言 也是同样的效果啊 你不觉得吗 这个设计很特别吧 可以帮助他促进手眼协调 是爸爸做给他玩的呢 好新奇啊 换堂小的时候 爸妈并没有把他送进特殊学校 而是在普通学校就读 不过语言障碍 对他的学业成绩来说 始终是一大困扰 因此父母除了要有无比的耐心教导之外 还陪着他持续上了十多年 包括一系列感觉统合 语言治疗 和游泳附件等疗愈课程呢 换堂啊 是怎么被发现 他会哗哗的呢 其实啊 像他这样的孩子 很多都是因为天分 不过天才呢 也是需要好的老师来启蒙 开发他的潜能 再加上孩子自己不断努力跟练习 自然就会有很好的表现啦 我们刚开始是有请家家来家里 叫他绘画 就是打发时间 之后就到外面这边绘画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绘画很专心 他很喜欢绘画 就是因为有事做 刚好可以自我还有人沟通 到目前为止 他没事 还是会有一点沟通现象 会转而走进 因为没事做 所以他要变成有事让他做 有事让他做 他就不会有沟通现象 许多的学习就是要让他把时间花掉 事实上 这书的小孩他的时间很多 多到让你无法想象 我们很忙的人 你无法想象说 很闲的人他闲下来要做什么 对啊 对啊 画画就是很花时间啊 可以把时间花掉 这个就是画 画蛋的变化 就是那个鸡蛋的一个 哎呀 Based 我们到达